世界貿易組織裁定 美國對中國產品徵收強額關稅違法 商務部表示希望美方充分尊重裁決 採取實際行動 共同維護多邊貿易體制 世貿表示 美國對中國貨品徵收超過2000億美元關稅 違反世貿有關規定 美國聲稱在對華貿易受到不公平對待 包括知識產權被侵犯 去年在301條款調查之後 對一系列中國產品徵收關稅 中方向世貿提出訴訟 世貿的三人專家祖駁回美國指控 美聯社報導 裁決理論上容許中國 在所有程序完成之後 可以對美國數以十億計美元的貨品 徵收懲罰性關稅